墨西哥的玛雅文明遺址相当的知名 当地政府还特别打造了一条玛雅铁路 希望带动观光还有地方经济 但是因为破坏环境还有生态引发了争议 不过呢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15号 还是主持了第一阶段通车典礼 宣扬这一项重大政绩 在这长长的笛声缓缓使出月台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的重大政绩 玛雅铁路建设第一阶段完工 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 欧布拉多2018年上任后对线竞选承诺 赤资74亿美元 打造全长1525公里的玛雅铁路 横跨东南部五个州 串联加勒碧海的滨海独家城市 希望带动尤加敦半岛的经济发展 但为了新建铁路 无数的林木遭到砍伐 由加敦半岛的生态备受威胁 同时铁路还贯穿了美洲第二大的热带雨林保护区 玛雅铁路不但破坏环境 侵犯人民的居住权益 开挖的过程中还意外挖出大量玛雅文明的谷物 为了避免进一步对生态亘古文明造成破坏 原本的路线经过多次更改 预算也暴增到200多亿美元 争议不断的建设核实才能完成 恐怕还充满变数 陈雨林变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